觀眾朋友晚上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前進戰略高地 我是今晚的主持人真一真 邀請我們的好朋友 喜歡我們的節目 記得多多留言多多按讚喔 歡迎大家支持抖內 頻道被塞全球大視野 歡迎我們的好朋友 動動手指幫我們訂閱起來 以後新節目立即通知您 今天有很多的重要的議題 比如說 G7是不是真的三政出局了 現在金磚的影響力越來越強呢 首先讓我邀請我們攝影棚裡頭 三位重量級來賓 第一位是蔡振元蔡博士 主帥好 大家好 帥化名 帥將軍 主帥好 大家好 呂理事 小舰長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 大家好 好 首先我們先來看這一張照片 以前G7要開會 那可是刷了所有的新聞版面 但是現在呢 我們來看看這些影響力還在嗎 一字排開 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 來 德國的總理肖茲 加拿大總理杜魯到 法國總統馬克宏 義大利的梅隆尼 然後美國的總統拜登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英國首相蘇納克 歐盟主席 馮德萊恩 不過呢 這張圖有端倪的 很多人都說 哎呀 再過幾個月啊 不曉得這些 還會不會是領導人 我們先來做個總結啊 G7這一次談的 焦點是什麼呢 照理來說 哎 泱泱大國 談的應該是跟世界 非常有關的 這種重量級的議題 結果沒想到 哎 又在指中國產能過剩 然後呢 又在講說 啊 我們不想跟中國脫鉤啦 也沒有要阻礙中國的經濟發展啦 但是會尋求解決不公平商業行為 呼籲中國不要採取出口管制措施 這些國家 千方百計想理由來制裁中國 然後現在跟中國講說 你不要採取出口措施哦 管制措施哦 我可以制裁你 但是拜託拜託 你不要反制我 G7什麼時候淪為這樣子啊 好 第二個 現在又要開始擬創半導體小組 要協調供應鏈 這些以上講完 都是跟中國有關 來 導播你給我下一張電視牆 我們要來幫大家解答了 你知道嗎 媒體哦 這個路透社 它是怎麼樣來看這一次G7的峰會呢 來 路透社直接這個標題哦 很酸哦 蔡博士 國內男友作為的G7領導人 指的就是照片裡面 剛看到的合照這些 國內男友作為 然後想要解決全球難題 你覺得有可能嗎 拜登支持度低就算了 11月之後 還會不會是他當家都不知道呢 那加拿大總理杜魯道 支持率也很差 岸田文雄不用說了 現在支持度掉到只有26% 蘇納克下個月大選 媒體不看好 那馬克宏不用說已經輸了 解散國會了 德國呢 歐洲議會選舉也是慘敗 現在還能笑得大概 只有意大利總理 曼洛尼呢 這個應該把它改名字 不叫G7 叫L7 叫Lucer Club 哈哈哈 失敗者聯盟 Lucer 7 Club 但是如果算 曼洛尼不算的話 就Lucer 7 Club 一 哈哈哈 這些人很有趣哦 第一個 我先講說他要創半導體的小組 組協調供應鏈 請問一下 這些人有哪一個國家生產半導體 嗯 美國算嗎 不算啊 現在也沒了吧 沒有一個是生產半導體的 對 然後他今天說 我要去協調半導體的供應小組 對 就像說 哎 我跟你組一個小組 我們來協調 帥將軍家裡獅子頭的產量 供應鏈對不對 你管到別人家的事 對對 然後我們兩個要拿槍去脅迫他 大概這個意思 這幾個國家裡面 當然有半導體的設計 不過半導體的設計 在目前狀況底下 並不是不可取代的 是因為半導體的製造 要投資太大的成本 太大的產物管理 還有太多的科技生產工程師 這種養成在其他國家 目前沒辦法生根 沒辦法發展 大概只有台灣 也都沒辦法 再加個韓國 了不起這樣 因為美國的英特爾 現在在後面苦苦追趕 對 所以這些國家 他整天在講說 要協調半導體供應 都在協調人家家裡 要做些什麼事 換句話說 他篤定台灣跟什麼 跟韓國會聽他的 可是他忘了一件事情 半導體分成兩塊 一個叫邏輯半導體 一個是記憶半導體 如果單純做邏輯半導體 來講的話 那的確 因為台灣佔有比例可以將近 快要到六成以上 可是如果加上了記憶體半導體 中國大陸佔六成以上 這是目前的現況 那他現在講控制大概是 邏輯半導體 因為邏輯半導體跟CPU GPU這有關係 記憶體半導體呢 那主要的是中國大陸的 長江存儲 還有在中國大陸設廠的 三星 美光跟這個SK海力士 所以中國大陸的一些 記憶體的生產量 在全世界有一定的分量 所以他們七個人 再加上歐盟的理事會主席 跟歐盟的執行委會主席 這九個 你幹嘛 九個臭皮醬 專門在打人家家裡的主意啊 這是一個理不正 事不直的一個事情 第二個他們說 批評中國的產能過剩 沒有人限制你美國不能產能過剩啊 你們為什麼不產能過剩 為什麼讓中國產能過剩呢 因為產能過剩就有輸出啊 而你美國的產能過剩是天然氣 所以你賣給德國 你產能過剩是石油 大豆 玉米 所以要強迫中國幫你買一點 對 可是中國的產能過剩 沒有你們強迫你那人在買啊 你只是禁止不購買而已 比如美國不准中國的電動車去 那其他國家買得很happy啊 連德國都歡迎啊 那只有法國很緊張啊 因為法國那年落 估不起的阿朵啊 跟我們咱們早期的 台灣有一家汽車公司很像啊 那所以要用高關稅限制人家 但更經典的是 他說強調無意與中國脫鉤 也沒有意識要阻礙 阻礙中國的經濟發展 這兩句話其實不是在講給中國聽的 在講給自己的股票市場聽的 如果你今天S7的公報說 哎呀 我開始要跟中國脫鉤 慘了 相關產業鏈都要大跌 對 再來 這個我阻礙中國經濟發展 那請問你 你BMW跟賓士賣給誰 德國股票市場 砰砰砰的掉下來 中國市場你還要不要 所以這是重點嘛 所以這是為了自己的股票市場 在設法 股票市場如果再一輪大跌的話 那你歐洲的銀行系統會出問題啊 所以為了自己 你不要以為這對中國好 這個大家要注意這個 一個發顯的目標 但這個7個人會被美國的媒體 稱為Loser Alliance 對啊 這個很難聽 很難聽耶 失敗者聯盟 G7 跟電影的失敗者聯盟一樣 對不對 Loser Alliance 我覺得這名字取得好 我們就隔一兩天 看馬克宏解散國會 還會不會笑得出來 對啊 還有蘇納克下個月大選 他還是不是首相 對 還不知道呢 這裡面大概唯一 笑得這個新花朵朵開就是美諾里 對 他歐洲一位選舉 他是右派的大勝 然後他在這個意大利 現在沒有人可以挑戰他 所以他儘管暢首議員 不像他們幾個人都吞吞吐吐 不敢講什麼 這個杜魯道下一次改選 大概也會下台 岸田文雄是剋血 靠什麼事 靠說他的競爭對手 比他支持度還低 一滴還有一滴滴 天啊 日本怎麼會這樣 所以很多人都在說 所以在這個時候 簽了一些合約 到底算不算數呢 如果說明年就是別人當家的話 首先我們先來看 G7一個非常有爭議的點 就是呢 現在居然 這些國家 西方國家呢 還想要幫烏克蘭打雞血 那可他們也沒錢了 怎麼辦呢 哎 你不是有凍結一批俄羅斯的錢嗎 G7居然就同意囉 用俄羅斯被凍結的資產獲利 然後呢 提供烏克蘭一筆500億美元的貸款 然後呢 美國搞得好像 我還是跟你堅若磐石 所以跟澤倫斯基 簽了一份呢 為期10年的 雙邊長期防務安全協議 看起來是美國跟烏克蘭簽的 但是 這裡面變數很大 首先第一個 拜登明年 還是不是美國總統 川普會不會認帳呢 不知道 非常有可能不會 好第二個 澤倫斯基現在還是合法的烏克蘭總統嗎 為什麼我這樣講 因為很明顯呢 這個普丁也直接告訴大家 你們別忘囉 這個隨時 我是可以隨時跟你上談判說 你們要停火沒有問題 一句話 但是如果烏克蘭拒絕 我的提議 那是他家的事 但是你們記得哦 澤倫斯基的任期其實只到520 現在已經6月多了哦 烏克蘭議會才是合法政府哦 澤倫斯基誰啊 現在普丁已經不認他的身份了哦 開了兩個停火條件 可以啊 烏克蘭放棄加北約嘛 還有啊 烏軍你從俄羅斯佔領的4個州 你給我撤軍 俄羅斯立刻跟你談判 那澤倫斯基當然 這是騙局啦 做夢啦 奧斯丁也說 哎呀 他沒資格對烏克蘭發號示令 他甚至還酸普丁說 你想要停火你隨時都可以停啊 好 但是誰說的才是現在 最真實最實際面呢 帥將軍 你看這份協議 簽了跟沒簽一樣吧 這個雙方叫板叫得太離譜了嘛 倫斯基你現在已經打不動了 你還在講 你俄羅斯部隊通通退出這4個州 俄羅斯是白打的 他會答應嘛 這就代表你根本沒有和談的誠意 第二個普丁也講得很白啊 你吾爾林任期已經滿了 你不代表烏克蘭了 烏克蘭的代表應該是國會的議會嘛 換句話說 你既然不想和談 你對烏克蘭的老百姓怎麼交代 你對他的國會怎麼交代 還要繼續打嗎 烏克蘭的老百姓願意支持你 這樣再打下去嗎 美國那個十年協議能夠可靠嗎 那已經撐了你兩三年了 一點效果都沒有 現在問題 再供你軍火 你是死更多的烏克蘭部隊 這是很現實的殘酷 所以普丁的話也很毒啊 你有資格代表嘛 我講要停 隨時可以停 你要不要談 你開出來那個條件是不想談嘛 克里米亞要還給俄國 那四個州通通要退兵 那都說我來幹嘛 搞得像沒事發生一樣 你不認輸嘛 你這個四個州已經是 淪陷一半在我手上了嘛 那要談就談這個 調整邊界的問題嘛 那奧斯丁更滑稽了 是你不讓他談的 你認為普丁沒有資格 人家普丁是參戰者啊 你才沒有資格呢 你有本事跟俄國宣戰嗎 你只能什麼陰的死壞 烏克蘭你上 沒錢我給錢 沒武器我給武器 美國這種司馬昭之心 稍微懂一點的 哪看不懂呢 對不對 所以烏克蘭這個局 是你美國逼得烏克蘭不得不停 不得不這個要和談 通通要打下去 那烏克蘭現在是人窮財金 而且美國給你簽的任何貸款 軍員都是債務 那你烏克蘭將來重建的錢就拿來 你重建的錢是不是要把你國家所有資產賣給美國 抵押去 對 那你還是個國家嘛 所以這問題就是說 你讓今天戰火持續下去 受苦的是烏克蘭老百姓 對未來一點好處都沒有 對 所以這個問題啊 世界局勢往往不是看當事人啊 背後的淫武者是誰啦 奧斯汀講的話就非常清楚 對不對 難道你有資格談嗎 對 你有種你跟俄國宣戰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問題就擺在這裡嘛 就跟前面那個盧瑟聯盟一樣 生產不過剩我有東西能賣嘛 我家的米子又一斗了 就一個月要吃一斗半 我還拿出去賣嘛 而且現在打仗的錢還是來自俄羅斯 對啊 你搶人家的錢 這個你憑良講你跟俄國不是交戰國 你憑什麼凍結俄羅斯的財產 那你今天能凍結俄羅斯財產 它對中國也可以凍結 對全世界任何國家都可以凍結 你不是強盜嘛 對 所以這一次這一局來看 各位烏克蘭已經被犧牲掉了 這些G7的國家的領導人 你知道嗎 前一陣子就在G7開會 大概前幾個禮拜 金磚國家的外長會議剛開 這一次金磚峰會 10月份答案會揭曉 就在俄羅斯的喀山要來舉行 現在在舉辦的是金磚的國家運動會 100多個國家 3000多位的選手去參加 請教小艦長 你怎麼看這一次G7 大家說被金磚KO三政出局 包含王毅先前就先講了 我們要大金磚抗小圈子 我在想啊 他講的小圈子 會不會講的是G7 G7以前很大 但現在呢 再來過緣之後的金磚 現在影響力真的越來越大了 佔了全球人口將近一半 全球貿易的五分之一 如果經濟量 按這個購買力評價 已經超越G7 光是今年的Q1 中國對金磚國的出口年增 超過11% 然後普丁還先做了一個暗示 先給大家前情提要 未來呢 我們要去美元化更有利 所以呢他說金磚國 我們打算要推一個叫XRP 作為支付系統的貨幣 作為美元的替代貨幣 以後美國你休想抓著我們的小辮子 我們的俄羅斯的錢 也不會再被你白白凍結了 小店長 我們先講一個花絮 這個G7國家 他們在一個很大的一個野外 來看那個降落傘的降落 然後每個下面都掛的 就是G7各國的國旗 可是有一個人 他根本就已經不知道自己在哪裡 迷航 對他根本就迷航了 而且他迷航其實就是拜登 他迷航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他在6月6號 大家在法國的諾曼地攤頭 在紀念的時候 他也是一樣 他不是迷航 他在找椅子 可是後面沒有椅子 然後他都已經找到 他那個動作已經誇張到 法國的那個第一夫人 都在看他到底在找什麼 所以這就告訴我們 除了到了今年11月 他能不能選上總統之外 他是不是能夠平安完成 這一個任期 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其實美國的這些人民 應該要想一想 你的核武全部掌握在 這樣一個腦袋 可能需要重開機的總統 是不是安全 那講到說有關於金磚的部分 金磚現在想要加入的人 越來越多 而且都是以南方國家為主 為什麼 因為南方國家 其實一直以來 他們在聯合國的聲音 都是不被重視的 聯合國其實 最重視的 另外也就是在俄污戰爭的過程之中 大家都 都眼睜睜地看著 這些G7國家就凍結了 俄羅斯的資產 然後又利用SWIFT 然後讓俄羅斯他沒有辦法 使用美元作為石油交易的一個方式 所以現在其實是美國自己 或者是G7自己促成了 現在大家都用本幣結算 或者是開創一個新的支付貨幣 所以這個就是自己把自己做死了 然後讓大家都知道 如果有一天我們的意見 或者我們國家的態度 不被G7國家 或者是美國同意的時候 不聽話 我們就會被惡整 所以最好的方法 就是加入金磚國家 其實金磚國家 我們看它的組成 其實有一點點 它的內部的這些合議的過程 有一點點像東南亞國協 東南亞國協最重要的就是 我不干涉任何一個國家的主權 而且我們所有的決策 都是共識決 而不是說一人一票 然後大家去綁票 然後你不做什麼 我就不給你什麼 所以其實這個也就是 美國他在慢慢的被 他在慢慢的衰弱 被中國替代的過程當中 自己把自己踢了一腳 自食二國 現在跟大家科普一下 金磚現在幾個國家 金磚已經有10國了 金磚是從2009年 當時候成立只有4個國家 然後增加到5個國家 在今年確認已經是10個國家 金磚10國 從原本的創始國 巴西 俄羅斯 印度 中國 南非 伊索比亞 伊朗 埃及 又增加到了沙特跟阿拉伯 尤其是沙特的加入 還有阿拉伯的加入 等於是讓金磚國家更加的壯大了 尤其在G7開會的時候 沙特也發揮了他一個 非常重大的影響力 同時他也是呼應金磚 我們要做美元的替代貨幣 這個要請教蔡博士 本命題來了 沙特做了這麼樣一個決議 叫做不續簽石油美元協議 我的天啊 美元的霸權正式宣告終結了嗎 各位我們來看一下這張照片 這個是1974年6月9號 當時候呢 沙烏地阿拉伯 時任的美國國務卿 紀辛格去簽的這份合約 當時候呢就是 希望沙特以增加石油產量為誘因 然後呢當時候呢就是 美元來石油的收入 就讓這個 應該說讓沙特以 這個石油用美元來定價啦 簡單來說 然後呢石油收入他有賺錢嘛 我來買美債 這樣沙特兩邊都賺嘛 但是現在喔不一樣了 沙特是不是覺醒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 一張更大的照片好不好 來就是這一張 雖然很模糊 但沒辦法 年代久遠當時沒有高清 當時候呢 資紀辛格去簽了這一份條約 哇當時候呢 全世界啊 美元開始變成霸權了 但是現在看來 是沙特覺醒了嗎 沙特也發現了 我幹嘛要用美元 我可以用人民幣啊 歐元啊 蘆布啊 或者是日元啊 未來會有不一樣的方式出現 有幾個情形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美元霸權不是因為石油 美元才成為霸權 在二次大戰之後 因為布列敦森林寺 就是美元跟黃金掛鉤 綁在一起 不叫金本位 叫金美元本位 就是我美元 一美元等於多少功課的 這個黃金 那美國有全世界 儲量最大的黃金 所以這樣來保持美元 那因為美元等於黃金 所以大家就稱作美金 那因為這個美金啊 從二次大戰一直 這個 形成霸權 在全世界通行無阻 一直到了越南戰爭 因為越南戰爭 把他的財政油 引以打成赤字 把他的國際貿易的順差 打成逆差 到了1972年 實在已經撐不下去了 尼克森就宣布了 美元跟黃金斷裂 美元就不再能夠換黃金了 不過在換黃金的時候 大家都他害怕 全世界各國手上有很多人都有什麼 有美元 尤其怕日本跟德國 會把手上的美元 通通拋售 那美元就會創低價 創低價的時候 那個時候有個很客觀的條件 就是美國是全世界石油 第一大進口國 對 跟現在不一樣 當時因為這個美國也是向沙特 購買石油的第一大國家 那因為當時美國的石油礦產 還沒有開發出頁岩油 所以他的這個礦產的 對石油的需求 這個遠大於他國內能夠供給 所以他只能從中東 從沙特去買 從沙特去買的話 如果美元價格 跌得太兇的時候 他的購買率就一直低 要付更多的美元 才能夠買到相同的石油 最後為了這個問題 基辛吉腦袋很聰明 就跑去找沙特當時的國王 咱們簽個字吧 意思咱們結婚吧 我保護你的安全 然後以後 叫所有國家來買你石油的時候 只能付美元 如果只能付美元的話 日本 德國也是石油進口國 他就不敢亂賣美元 他必須要老老把美元抱住 包括台灣要抱住美元 你不抱住美元 你把美元拋掉了 那你真的要買石油的時候 你還要用更高價去換到美元 才能行啊 所以因此就穩定了 美元在當時的一個 國際匯率的價格 那美國人就可以用更高的 美元價位來買石油 就不會造成美國嚴重的 通貨膨脹 因為1972到1974的通貨膨脹 大家都記憶猶新嘛 所以這是個背景 但相對的 美國答應沙特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就是說 我派軍隊在沙特駐軍 你沙特不用付我駐軍費用 我保護你的安全 這個基地目前在沙特還有 然後第二個 你沙特手上的美元 你可以自由的在我美國 買任何你愛買的東西 除了武器以外 就是你看股票 什麼股票都可以買 這個債券什麼債券都可以買 土地什麼土地都可以買 你只要想買什麼就可以買 就是說給你通行無阻了 這個待遇連日本都沒有 這個待遇 日本要買美國的企業 還經過美國政府批准 但沙特不用 所以這個就造成一個結果 美國買石油 所以美元流到沙特的手上 然後沙特再把這個美元 流回到美國去買東買西 去投資什麼東西 所以叫做石油美元的循環 是這樣來的 那這麼一弄的話 德國 日本 台灣 這些有美元儲備的 沒有人敢拋啦 所以其他沒有美元儲備 也開始要累積美元儲備 這加大了美元的需求 這是當時這個沙特 跟美國結婚的背景 但結婚幾十年後現在 怎麼辦 要離婚了 要離婚 互看不順眼 互看什麼不順眼 因為美國現在不但不是石油進口國 變成石油出口國 在石油印象上跟沙特在競爭 以前是你買我賣你請我願 搞個老伴在你再跟我市場上競爭 所以這第一個 沙特看美國早就不順眼了 以前沙特在OPEC的定價權力 大得不得了 那他自從把俄羅斯再拉進來 俄羅斯本來也是石油進口國 那是後來普丁當家了以後 他七弄八弄 竟然把它弄成石油出口國 所以他把俄羅斯拉進來 可是美國不加入OPEC 美國說我指揮你 你喊你指揮我啊 結果兩個家裡的勢誰大 開始吵起來了 這還不搭嘎了 為了那些什麼伊朗 為了那些什麼中東 巴勒斯坦 你說沙特反不反 然後美國又在阿拉伯國家 搞什麼 搞顏色革命 搞阿拉伯這村 搞的沙特心驚膽戰 然後現在俄羅斯戰爭 又說沒收俄羅斯的資產 指控俄羅斯獨裁 專制 沒有人權 又侵略其他國家 那沙特想一想 我除了沒有侵略其他國家 每一條罪到我都沒收 他用在全世界投資 對 你什麼時候沒收我的 什麼時候斷掉我的SWAB 那我還想發展金融中心 那不跟你一搞的話 所以沙特看美國也不順你 美國看沙特也不順你 尤其最近沙特跟中國越走越近 然後還在中國的協助底下 跟伊朗變成還算好朋友 所以美國心裡更不爽 所以美國就開始改變立場 反正我也不需要你 你也不需要我 我們就離婚吧 每個人就離婚了 離婚不要緊 帶了大筆的資產到金磚 這是財主啊 我先解釋兩點 會不會因此削弱美元的地位 我的答案不會 不會啊 不會 當然有人講說 會因此造成美國通貨膨脹 美國通貨膨脹現在 已經跟石油沒有關係了 他自己生產石油 反而跟他要不要供應 跟歐洲能源有關係 他如果出口太多到歐洲的話 價格就掉了 他的油價就會漲 出口少一點的話 他油價就會跌 那現在賣到歐洲比較少了 他價格就開始跌了 這個就是一個很有趣的一個遊戲 所以有人說影響美國通貨膨脹不會 第二個就是說 會不會影響大家對美元儲備的需求 不會 為什麼 因為現在美元在歐盟沒有替代品 而歐洲國家跟美元交易的這個現象 是佔美元儲備最大比重的東西 那你現在有歐元 你不可能太多的話 你不可能在歐洲愛買什麼就買什麼 那因為美國一開始就 配合很多國家設計出 全世界最開放的投資跟金融系統 所以你說叫台灣不拿美元 我看 搞不好先被拋掉是私心臺幣 那一樣到底中國大陸現在手上一堆美元 全世界手上美元最多 一 日本 二 台灣 三 德國 這三個國家你叫它拋美元嗎 我看中國大陸 連美債都在慢慢拋慢慢拋 對 何況是還有龐大的美元 它的美元有多少 我隨便估了一下 大概中國人民 我想中國人民銀行 手上的美元的資產 大概有兩兆七千億左右 比他們的國債七千億還要多兩兆出來 那第二個就是說 在中國大陸人民銀行以外的 所有的中國的 銀行系統保險公司 手上的美元有多少沒有統計 更多 還有民間 很多大媽手上要出口 都會累積很多美元 這個數量也無可計算 還有民間企業 出口行業 手上都有大量的美元 所以短期內 我們看不到美元作為交易的工具 會比較少 第二個我們看不到 美元作為儲備貨幣的比例 會下降 雖然這個很長的 這十年來 美國的作為儲備貨幣的比例 已經成六成多 掉到五成多 但是 五成多還是第一大 第二大的 歐元距離它還是很遠 所以會改變這個局面 如果你說未來會慢慢改變 我同意 但是短期間 我們要在需要做決策的範圍時間裡面 我們看不到它會改變 就是因為這樣 美國根本無所謂的 他根本就兩兩 禮婚就禮婚嗎 我外面有小三 我有小四對不對 禮婚就禮婚嗎 對啊 是這樣子 所以兩個人相看兩不厭 可注意到 他們還繼續簽了一個 叫做軍事安全協議 就本來這個協議叫做 美國以沙特的 經濟與軍事協議 全民是這樣子的 現在經濟拿掉了 只簽了一個什麼 安全協議 就是我們美國在沙特的駐軍 照常擺出的 但是多了一個誘因 就是願意賣高階武器給沙特 因為以前沙特 老是被看成誰喊的 什麼小的什麼 以色列有第五代戰機 那你沙特委屈一下 世代或者世代版 沒錯 對 那現在沙特想說 要比錢 我沒有比色列少好不好 真的他錢比以色列多 對 不過在美國的以色列人 錢比在美國的沙特人多 所以這種現實的政治底下 就變成沙特心裡面受創 所以經過今天這個軍事安全協議 稍微彌補了一下 所以沙特也願意跟他簽軍事安全協議 其實就是購買武器 不像台灣每次買不到高檔的武器 都還要很委屈 隨便被塞一堆 沙特還是有權利選他要買什麼東西 感覺有點像離婚了 但我們還是同居 謝謝蔡博士今天詳細的分析 接下來小三出現了 誰呢 菲律賓 這個我先請教小艦長好不好 來 坐攤的人愛交馬德雷3號 據說快崩了 這個我就請小艦長來看 以您專業來判斷 是否真的可能撐不過這幾年呢 當然生鏽就不用說了 據說船舵出現了6米的裂痕 不曉得這個裂多久了 然後呢水線部位也出現了一個大巨洞 在這邊水線部位一個大巨洞 一旦遇到大風浪颱風 可能會坍塌 就算龍骨撐得住 船員恐怕會落水 就沒辦法再繼續在這裡了 然後還包含了 中國大陸在今天 各位就是今天6月15號 正式實施海警3號令 被解讀為 對於非法進入南海的 菲律賓漁民進行扣留 這是對菲律賓 非常非常嚴重的一個警告 那麼接下來呢 這個3號令呢 簡單來說就是 涉嫌違反出入境管理的外國人 只要經過海警的批准 可以執行不超過30天的拘留 如果案情複雜可以延到60天 你怎麼看親愛的小三 對於菲律賓來講 馬德雷3號就是他在爭取 人愛礁的重要的方式之一 但是馬德雷3號的狀況到底是如何 如果說我們現在看 這馬德雷3號他實際在 人愛礁的狀況 他實際是搶了一個攤 那他在那個攤上面呢 一直都是滯留的 然後他就靠著這些補給船 在旁邊補給 他不但這樣做 他還搞了一堆記者去拍 就是每一次他要補給的時候 然後他就派著記者跟著補給船 那這就是記者拿馬德雷3號 當他的背景來拍照的狀況 那馬德雷3號現在的狀況 其實馬德雷3號就是 如果是我們台灣的觀眾 就是以前前往外島的中字號 他就是這種船 那這個中字號呢 如果說我們看前面這個洞 其實是他從前面的大門甲板 上到主甲板的一個跳板 車輛跳板的位置 那我們來看他的內部 現在長成這個樣子 就是已經嗅到不堪使用了 那他這嗅到不堪使用 至於說他的那個實際的狀況 他是在1999年 他就已經去搶了這個攤 可是我們仔細看一看 他的構型啊 他其實比我們台灣的中字號 還要來得久 還要來得沒有維修 可意思也就是什麼 我們還有經過 新中跟中興的這一個計畫 不斷地將中字號 可以維持它的戰力 可是看來菲律賓沒有 所以其實現在我們除了 現在講到說海警3號令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看天氣啊 就是如果說真的來了一個颱風 其實那個中國海警還真的可以 以人道救援的名義啊 把這些在馬德雷3號的 對把他們救走 因為他們實際上可能真的待不下去 因為除了我們看到的這個 甲板的鏽石之外 那個除了甲板之外 它裡面還有很多的肋骨 以及那個隔艙艙壁的部分 可能也都已經鏽石到 無法承載這麼大的一個重量 那颱風一來就是如此 那至於說我們講到說 有關於海警3號令的部分 其實海警3號令 它大家談一堆 可是海警3號令 真正最為強制的部分在哪裡 它其實最為強制的地方 就在我們講到的 第五章的第一節跟第二節的部分 如果我們看到第一節 也就是它對於這一個海警執法 可以對於這個無論是海域使用 或者是你要進行開發的 海警都有這個權利 除了這個權利之外 為什麼我剛剛特別的提 東南亞國協 東南亞國協在討論 南海問題的時候 我們在討論之前的宣言 跟現在的準則 其實也就是放下爭議 共同開發 而不是大家互相圈地 然後打得你死我活 然後讓美國余翁得利 太陽星全校客費有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 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費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費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要使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費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選控 在衛生菌中 水中以身體健康 酸素、冷卻的不停 解鎖身體健康 水中用車 入爭 水中、冷卻的不停 有手中、風靜 所以支援的不停 要幾乎 沒有 Roberto 救出 Plant nous 在燃